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說一則新聞 昨天九龍城發生了一個十方傅被搶劫案 事主是一個七十姓二歲姓徐的阿婆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但我先說明,我不會懷疑到阿婆身上 但其實整件案疑點非常大 亦有很多人討論 事件發生在九龍城賈丙達道公園 這位阿婆是十方,即十子皮為生 案發的時候被搶劫了1.6萬 就說是他的小孩孝敬他 上科林,很多人都說 那阿婆的兒子給他16000元,還要不要睡覺 但我覺得很多人看新聞是不看完全部 只是看漏了 其實在新聞中說 他本身這位阿婆也有大兒子、女兒和小兒子 但他的新聞中就說 這位阿婆跟他的大兒子的關係不好 就沒有聯絡 只是跟他的女兒和小兒子有聯絡 案發之前半天 就是他的小兒子來探望他 就給他16000元 很多人看到這裡就說 每個月有成皮幾夜都不用睡覺 但實際上他就說 他的小兒子一年只會探望一次 而且他還說很少給我這麼多錢 即是說這個小兒子很孝順 一年只給他一次 即是見過老母一次 然後給他16000元就不問不問了 所以其實16000元就除了12個月 案發之前半天 他兒子一年探望他一次 然後給他了皮幾夜 這位阿婆就把這筆錢放在自己的腰包上 不知道是不是放錢的時候 即是給錢的時候有人看到 於是在過了半天 即是這位阿婆保持著撿紙皮的時候 在凌晨3點 按發時間半夜 有兩個騎著電單車的男人 初時就扮演跟這位阿婆聊天 隨後就一個人撞著頸子 另一個人就搶了他的腰包 最終離去 我之前有說幾沒有良心 即是這個阿婆 即是七十幾歲的阿婆都要玩這些東西 加上你可以看到這個阿婆 可能腰骨有些問題 又駝背又等等 即是怎樣搶得下手 那最後呢 這個腰包裏面 除了有16000元的現金之外 還有阿婆的手機 還有百達通 還有那個手推車 即是撿紙皮手推車的一個鎖匙 應該是綁住的 因為沒有腰包 令阿婆不僅沒有錢 甚至乎那個手推車都開不了 令到他不可以再撿紙皮為生 即是現在虎口也成問題 非常之慘 報警之後 警方和附近的街坊都應該認識阿婆的 夾手夾腳就捐了幾百元給他 我想一千幾百 有些人都送了一些食物給他 解言微之急 幸好附近有些開鎖佬 都肯幫這個阿婆開鎖 即是讓他可以繼續推車買 整個案的疑點就是 既然你兒子在一年才見他一次 加上阿婆就說很少會給他一萬多元 突然間 事隔不足半天 竟然在半夜凌晨三點就馬上被人搶了 很多人都懷疑這件案會不會是熟人做 或者是 可能真的剛好數錢的時候見到 始終這個阿婆是露宿者 即是睡街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一個正常 都不會有銀行戶口 即是 所有東西都是現金 即是現金收錢然後現金花錢 所以 萬六元這麼大筆錢 其實都很不安全的 多麼悲良 因為阿婆就是睡街 忍之 divides 兒子 就是生女 就是靠戗 阿婆說年輕時 他的丈夫對她不好 經常打他 後來他就離家出走 她自行說 不知道她的大小是否因為這樣 而讓他覺得 他媽媽拋棄了還是怎樣 無知 即是她的家事 總之就這則新聞來說 很難說的,異點重重,還有賊都很沒良心 我經常覺得道逆有道,搶個阿婆,搶皮幾下就搶個露宿者 搶完之後你洗得安不安樂呢?就是這樣 今次新聞來到這裡,我們下次影片見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感想 記得訂閱和分享,拜拜!